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暗潮汹涌 班农作为政治立场比较鲜明和个性比较鲜明的 他应该做事应该是万分的小心 否则的话你很容易别人挖坑就往里跳 或者你自己就给自己挖了个坑 自己跳里边 你平时没事 或者是生斗小民 啥事都没有 没人给你叫劲 没人盯着你 班农那肯定不是 且不说跟老郭在一块儿搅子简直是不可开交 射到这么多的案子里去 媒体上公开报道的 就是什么GTV 什么欺诈案 网上闹得风风火火的 那你自己 班农你自己还有问题呢 就是跟川普 跟很多人物这种交往 参与很多这个事 这个确实要非常的小心 首先你得借鉴弗林案的教训 说到这儿我们就得先说一下弗林案 因为班农他是起于经济案子 就是现在这个指控的就是募捐欺诈 募捐欺诈他说是钱 钱是有账目啊 有转款记录啊 有发票啊 或者一系列的当时人的证据 那你没法抹杀的 这个往往不会有太多争议 但是那个弗林案的 都是作为川普团队的成员 弗林案的影响力更大了 但弗林案的也有个特点 弗林案不是经济案子 没有转款账目 没有钱的出入 也不涉及发票 这些都无法 无法就是彻底的这个 做假的那个隐瞒的那些证据 弗林案都没有啊 弗林案是 他是一个 怎么讲初开始啊 调查他是因为他 涉及了这个美国有个僵尸法案 这真的 他真正叫僵尸法案 就是在上百年前可能是制定的 就是老百姓啊 你不是政府受 得到授权的公职人员啊 不能跟外国使探 或外国政府啊 进行谈判 或者进行这个交易啊 或者怎么样的啊 但这个案子 这个法条啊 从来没有被执行过 所以被称为僵尸法案 但这对弗林呢 人家就用上了 因为弗林是 他被川普提名为 国家安全顾问 但是他还没有上任之前 就他还是个平民身份 他就 就去约见那个俄罗斯大使啊 去去俄罗斯大使 跟俄罗斯大使啊 反复的这个交谈了 但是谈了什么 可能外界也不知道 这个一开始 FBI调查或者涉案 是因为这个原因 因为这个原因 但这个僵尸法案 这个还情有可原 咱们说病的是个僵尸法案 说也不一定要怎么样 但最后呢 他的福林的性质严重呢 他不是因为这个僵尸法案了 而是因为他欺诈 就是什么 就是欺骗FBI人员 因为在美国你要对FBI撒谎啊 那本身就是重罪 本身就是重罪 不管你有没有设其他的案子 只是说在FBI调查过程中 你对FBI做出虚假陈述 这就是罪名 并且是很严重的 你判五年好像都没有问题的 起点就能判五年 但是为什么 这个福林就跳到这个坑里去了呢 问题就来了 就是福林当时他被川普提名 国家安全顾问啊 他要大家知道 但是这样的职务 要经过安全背景调查的 就是FBI要查你的安全背景 你涉及你有没有 咱们说有没有问题啊 你要当国家安全顾问 涉及国家安全 这个FBI要做背景调查 这个时候呢 FBI确实就玩了心眼 玩了心眼 他让这个谁 他本来是 他是想调查谁的 调查这个福林的这个 干涉设案的 就是这个私自 跟美国跟俄罗斯大使 这种交谈 或者进行谈判啊 本来调查这个去的 但是他们是以这个背景调查 就是聊天啊 背景调查 在这背景调查 即使中国也都知道啊 背景调查往往是例行公事啊 不会有太多的事啊 就是了解你生活中的 所有的这个层层面面啊 在谈谈话啊 什么的 所以福林呢 就还是认为是这个 安全背景调查啊 就是所以问他呢 问问他 有没有跟外国 外国使团啊 边红俄罗斯啊 有没有进行 这个谈判啊 或者有没有进行什么事 那福林肯定就 就没有说啊 或者就是说 那个提问的人是特异的啊 我们现在后来知道了 就提问的 那个去的两个探员啊 他是设计好了 一个陷阱 一个话术的陷阱 让福林放松 让他不知道 这次谈话的重要性 所以在这个谈话中啊 福林就主动的跳坑了 主动跳坑了 后来 起诉他最严重的罪名 就是对这个FBI 联邦联邦执法人员 这个说谎 这就一下成了一个大罪了 就说你确实你 你见过这个 见过这外国使团 见过俄罗斯大使 但是你又 在谈话中 你又没有说 没有说 没有主动说 但是具体这个 谈话的内容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现在只知道的 就是现在出来 一些案件的情况 就是FBI的探员 去之前进行了设计 就是给他挖了个坑 让福林故意 让福林放松 福林觉得 就是聊聊天嘛 如果咱们说 其实谁都知道 你FBI 你没有告诉福林 今天我们调查的 设计这个案子 你就是说 我们正式的调查 问你 你有没有跟俄罗斯大使 见过面 有没有打过电话 是吧 有没有其他联系 我们就查这个案子 你有权利 我说出真相 你不说 不说这个 我们这涉案调查 你要不说什么 不说真相的话 要说谎的话 你会承担严重的罪名 FBI探员就没有这样做 他反而给福林个印象 就是背景调查 但是背景调查 是往往很广泛 背景调查跟涉案调查 是完全两回事 所以福林就没有说 就因为这个 最后就指控罪名了 指控罪名 在这个搞的过程中 福林也不是这么轻易的 轻易的就服了 就老老实被他们弄 他们他又牵扯到福林的儿子 福林的儿子 就FBI探员 拿福林的儿子来 要挟福林 就是说你要不认罪 要不官官的认罪 我们就搞 你儿子有问题 我们搞你儿子 福林最后就认了 没办法认了 认了 但是后来这个案子 换了这个 换了这个司法部长了 换了司法部长了 这个是川普 可以说是川普的 换了川普的人了 这个司法部长 现在又查出 其他问题来了 说整个监视 监听监视川普团队 对福林进行调查 整个这个案子背后 FBI和当时的司法部 那个司法部长 就是个司法部副部长 就是那个叫什么 罗森斯坦 就这些人 发现他们做假的证据 因为你要监视川普 坚持福林 不要福林跟外国使团联系 你怎么发现的 是吗 还是不是因为 FBI要监视 FBI要监视 你监视一个候选人 监视一个已经 已经当选人 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 就是你要经过 这个 这个也不说什么 他们这个 川普当时的这个身份 就说你监视普通老百姓 你要也要经过 美国他有专门的 这个秘密情报监视 有专门的这样的法官 就是你要向这个法官提交 我们对他进行监视 对他进行监听 提交这个理由 在提交这个理由的时候 提交这个材料的时候 现在证明是做假的 现在不做假的话 谁都知道 你法官也知道 就是情报法庭的法官 他也知道 你怎么可能轻易地监视监控一个 你这个已经注定要退任的 就阿巴马政权 你要监视一个人家 选战赢了 赢了你了 你要监视人家 监听这个 所以他这个材料上做假 这个做假就是严重的犯罪 就是严重的犯罪 现在就是我们可以证明的 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就当时那个 当时向情报法庭递交 监听监视 申请这个材料的 那个律师 承认做假了 这个 为什么这样讲 就是 与班农案子 他的共同点就是说 都是说是涉及川普 都是为 就是根本是为了打击川普 这个 这个 有这样的用意 这个是 板上钉钉的 肯定有这个想法 纽约 现在抓班农的 这个 纽约南区 这个检察官 谁都知道 就是 基本上就是倾向民主党的 对川普 觉得是 不感冒 觉得不感冒 尤其是抓这个 出面抓班农的这个 美国邮政特工 但是最近美国邮局 邮政系统 这是联邦可能最大的公务员系统 邮政系统 邮政系统被 川普派去了一个新的 这个局长 进行了一番清理 这邮政系统对 这个川普 意见非常的大 所以借这个案子 敲打敲打川普 或者 万一呢 能把川普 签进来 是吧 影响这次选举 这完全是有可能的 这个参与的 班的特工 有这个想法 那也是 咱们说吧 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是吧 毕竟不是一条道上的人 甚至彼此互相的仇视和敌对 这个都有可能 但是我们得注意一条 就司法部部长 这个班 就是川普这个人 川普这个人 这个司法部长就说了 他几个月前就知道调查班农 几个月之前就知道 不管怎么样 纽约南区 他还是归这个司法部管的 司法部是有这个权利的 所以这个案子 他不可能绕过司法部长 尤其你再说 你心里这个恨川普 想整川普 但必定 你还是司法部的属下 尤其原来那个检察官 已经被撤职了 新的检察官没上任 中间你搞这个东西 你不可能在业务上 你瞒过这个司法部长 你必须要进行汇报 这是毫无疑问的 也就是说 班农 他这个涉案 要整他 这个绝对是巴尔 司法部长他是知道的 咱知道巴尔是个策略 巴尔就已经提出 撤诉了 对弗林案提出撤诉 但是法官不认可 要继续审 这就是一个美国司法 一个非常严重的 一个情况 就是这个 公诉人案 要撤诉 法官不认可 你必须得 必须得 必须得 扩告他 这个案子不能撤 必须搞 必须继续搞 搞这个弗林 但是大家可想而知 为什么巴尔知道 这个班农设案了 为什么 如果要是这个案子 完全没有理由 完全没有证据 就是为了整川普 那巴尔一句话 就给他撤了 这是毫无疑问的 再说了 就是 就是整弗林 就是整弗林 弗林也不是没有原因 弗林确实 说到底他确实违反了 美国的法律 首先他 他确实没有这个权利 他作为 当时没有正式上任之前 他是个平民 平民你没有权利 跟美国大使 跟俄罗斯大使 讨论什么政治方面的问题 这个绝对不可能 绝对是 这是违法的 这是违法 只是说这个僵尸条款 从来没被执行 那你忽视 不大回事 那也算 但不管怎么样 你是对FBI人员 是撒谎了 就是问你有没有 跟外国使团 有没有接触过 你说没有 或者说 没有主动说明 这个相关的情况 那也是违法的 不管你是故意 还是人家故意 都一样 这个也是有 确实是有理由的 就是有理由 但是他的问题在于 这个公诉人 就是这个FBI 当时 他这个 他这个 办案过程 出现了问题 出现了作假 出现了倾向性 出现了这些 就是这个 违背美国法律的情况 就是 巴尔撤诉 巴尔作出撤诉的决定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而不是说 弗林完全就是无故 弗林完全就没有问题 但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 大家都知道 新明 眼亮都知道 这个案子 不是多么 这个弗林事案的理由 不是多么 这个情节 从后果上讲 都不算什么事 都不算什么事 但是 巴尔他也要依法办事 FBI也要依法办事 他这个案情的 根本原因 还是确实是 事实是存在的 弗林也不是这么 完全一张白纸 等于说 双方现在都有问题 所以巴尔做出了 这样的决定 就要撤诉 即使这样 法官为什么坚持不撤诉呢 那个法官 就并且向 不许撤诉 不许撤诉之后 司法部等于 向上 包括 司法部这边 包括 包括那个什么 包括弗林的辩护律师 向上级法院 上诉法院 请求 指令 法官不许撤诉的 这个裁定 无效 结果怎么着 结果最后闹到什么 闹到什么 连接那个 事案法官 要求进行全庭审理 就是说上级法院 所有的法官都要参加 我们到底审慎 这个案子 到底该不该撤诉 这个弗林到底有没有罪 最后 最后 最后上级法院 做出的决定就是 就是全员审理 就所有的法官都参加 保证他的公正性 因为说明 巴尔 所做出的撤诉决定 他也有值得 伤却之处 有值得伤却之处 你不能 最后没个结果 就这么糊糊涂涂 就撤诉了 你既然已经 双方都有问题 都有问题 该怎么处理 这么处理 咱们这也搞清楚 所以大家都有理由 所以在这方面 不能说美国的司法系统 完全就是党派政治的工具 想随意的搞 想怎么搞 那不是 必定还有 FBI违法 和弗林违法 都是确实的 大家各负各的责任 但为什么巴尔就没有制止 就纽约南区奖上官 FBI或者美国邮政特工 来查 查这个班农 一直到做出逮捕他 就起诉他 指控他 为什么没有干涉 这就原因在 原因首先就在于 在于什么 在于班农设的这个案子 说到底是经济诈骗 是经济欺诈 就是涉及前了 有大量的证据 有大量的证据 你这个证据放在这 巴尔根本没有权利 他根本就不可能 做出干涉的这个决议 他做出干涉的决议的话 巴尔也会被起诉 这就是美国的法律 就是这样的 一旦进入立案 进到这个条程度 有了初步证据 或者证据越来越多的情况下 神仙都救不了班农 但我们今天就得讲 这个班农设置案子 所谓的募捐欺诈 因为联邦奖上官指控他 欺诈了几十万 几十万捐赠者 这个案子 大家知道 现在都知道 叫我们人民建墙 但起源就是因为 川普竞选承诺 要在边境建墙 阻挡墨西哥 来自墨西哥的 这一部分的非法移民 但是被国会给否决了 但民主党肯定不干 为这个边境墙 吵得一塌糊涂 后来等于说 这个退伍军人 很有名的英雄 好像没胳膜没腿了 真是为国家 做出巨大的牺牲的 这是个英雄 确实承认 他确实就是个英雄 这个没有争议的 就由他来出面 发起这样一个项目 你们政府 民主党控制国会 你们不愿意给钱 我们老百姓 我们自己出钱 目前我们去边境建这个墙 前后募了 两千 说两千五百万美元 但是它是 它有一个特殊的一个程度 它知道募捐 你首先你告诉大家 我们为什么募捐 募捐理由 我们要建墙 这个是谁都知道 很清楚的 是吧 很清楚的 因为民主党不给钱 我们老百姓 我们自己出钱 你政府管不着吧 是吧 这是我们老百姓的权利和自由 这个是没问题的 这个理由是存在的 但它有一个特殊的承诺 这个特殊的承诺 就是今天班农 施案被捕的一个 最直接的一个诱因 什么 就是说发起人 尤其这个战争英雄 发起人 不从中拿一分钱的薪酬 反复的强调 多次的强调 他不会拿一分钱的薪酬 不从这个捐款里 开支他个人的这个报酬 大家知道 为什么这个条款很重要呢 大家知道 同时在美国 全世界也好 就在我说话这个时候 有无数个募捐项目 都在运作 但是就是作为捐赠人 他会选 其中项目管理费 或者这个 你这个发起人 拿不拿工资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区别条件 我为什么要捐给你呢 我为什么不捐给 其他项目呢 是吧 我为什么我自己 我不自己去搞这个 去捐赠钱干这个事 我也要通过你呢 当然你说的这个 我不拿一分钱薪酬 这是一个精神风范 说到底是个精神风范 但确实它也是 很多人 选择捐赠的时候 一个考量的因素 其实谁都知道 说到这就这个事 比较复杂 但是情理大家都明白 这个所谓的 我不拿一分钱的薪酬 不代表就是说 像有人理解的 我看江峰也说到这个问题 就说好像这个 我农业那个钱 连办公费都不够 是吧 我一分钱不多 我办公费都不够 其实江峰对这个 我就认为他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这个经验的 我说出这样的话来 其实就是项目经费 我们大家都知道 项目经费 就分两部分 一个是融资成本 就筹资成本 我筹款成本 募捐成本 什么叫募捐成本呢 募捐成本咱们最近 比如说你要做一个 募捐网站吧 比如说这个 我们人民建强 这个募捐网站 它也是需要钱的吧 也是需要钱的吧 然后比方说搞一些 你要有人去 有人去负责 接受每笔钱呀 去记账啊 包括一切东西 这个是你是需要钱的吧 包括银行也有财务费用的 都是有钱的 这个募捐成本 这个募捐成本 这是必然要发生 像我在国内 我们做募捐的 你要进行宣传吧 当然有些大部分宣传 是免有媒体报道 是免费的 但我们要搞一场晚会 要搞一个 比方说募捐晚会 要搞一个新闻发布会 你要租场地 那时候去人民大会堂 去哪也好 那人民大会堂 那个新闻发布厅 可不是免费给你用的 那是要出钱的 什么样制作一些文档啊 你制作一些材料啊 说明文件啊 牵涉了大量的人啊 包括你请人来演出啊 即使那个演出的人来 人家是不要报酬 最近比方说记者来报道 记者报道是免费的 但是你要 咱们就你要车马费 比方给个三百块钱 是把人家打车过来 然后再写稿 两千八糟的 比方吃饭什么的 因为这都是固定的费用 你都要出的 就等于是钱 募款成本 这个其实人家这个谁啊 这个战成英雄 他所设计的 设计的这个承诺呢 他并不是说 我们这个募捐成本 零成本 然后这个 再花钱去建墙 零成本 我们都不拿报酬 他不是这样说的 他只是说他个人 他们几个发起人 不拿个人的这个薪水 就薪 说白点 就是工资 工资奖金 并不是说 这里边 你这个筹资成本 就等于说 就筹资成本 有成本谁出这个钱 其实这个钱 都可以从捐款里出来的 另外最重要的 这个钱去 比咱们涉及到 这个资助成本 就说你募捐成本 当然必须要 列到里边去 在这募捐过程中 比方说这些人 这个战争英雄 他们 包括班农他们人 也都付出了时间代价 也都付出了什么 进钱 比方去打车 吃饭 咱们最有时候 最基本的费用 是吧 咱们吃个汉堡 都不是钱吗 这些人 他们付出了成本 但是他们不能拿薪酬 他们不能拿薪水 这个 这个是 这个是 已经是 大家就要明白 明白这个道理了 就是两回事了 就是其他人 比方说班农这边 包括战争英雄 他们搞这个募捐 是吧 建募捐网站也好 顾人管理 顾人做页面 或怎么顾人维护 是吧 开新发布会 这些费用 其实都可以 从这个募捐成本里出的 没有人争议这个问题 没有争议这个问题 但最重要 就说到这个 这个资助成本 就是钱募来了 我要花这个钱 花这个钱的成本 是这个目的是建墙 建墙的知道 你 你不可能自己 班农自己去建吧 是吧 你肯定是要 雇这工程公司 工程公司的前期 你要在哪建墙 要勘察 要设计 是吧 然后你反反复复复的 这里边有大量的费用 有大量的费用 这个费用呢 其实都是项目经费 都是项目经费 这个都可以 堂而皇之的 合法的 从这个募捐 募捐来的钱里出的 这个没有人有争议 争议的就是哪一点 就是在募捐的过程中 和募捐成功之后 花钱的这个过程中 建墙的过程中 你这个发起人 你有没有拿个人的薪水 有没有拿个人的薪水 现在我们看这个联邦 检察官 就起诉书里讲的 我看列的非常的详细 就是说关键的问题 就出来了 其实呢 就是班农 他们几个人 约定了一个秘密的月薪 就你对外说了 就是说这个发起人 他是不领薪水的 但是他 他事实上 他领了薪水 领了薪水 他怕被 说白讲 就怕被别人知道 他叫秘密月薪 其他人都不知道 他为了让不让别人知道 是吧 你要真正从这个 从这个募捐款里 直接给这个人开工资 是吧 直接开工资 那就涉及到欺诈了 肯定就涉及到 但这个欺诈 这个性质还不严重 只是说违背承诺了 但你还可以 将来可以退回这笔钱 或者找 咱们说再找其他的理由去争执 都可以 他们采取的方法是什么 他们采取的方法是 账面上看 没有给这个人发工资 就是他属于约定 每个月两万美金 他们的这个短信记录 包括邮件什么的 都被检察官截获了 现在都是作为证据的 包括转账记录 都作为证据 他们怎么玩的呢 他是通过班农 班农的涉及的 什么公司 什么基金什么的 把这个钱洗了一圈 以其他的名义 他们虚构了一个 可能供应商 我用这100 转个班农的100万美元 我要去购买什么服务 为了跟建墙有关 是吧 但这个钱呢 其实就是说白了 没有用于建墙的 直接的成品 付给工程公司 也没有 也不是用来支付 那个比方说 你这个项目管理人员 比如办公费 那个都可以 唐人皇之地 从这个募捐款里出的 这个都没有问题的 这是天经地义的 但是他那个钱盖们 没有干这些用 他就是给了这个 起码我们看到 起则书所指控的 就是给了 转了一圈 虚构了各种理由 然后呢 虚构了票据 然后等于洗钱了 那这个钱最后 给了这个战争英雄 每个月两万 两万美元的 他们叫秘密月薪 外界都不知道的 只有很少 他们几个人知道 这个性质就 大家记住 这个性质就 非常非常的严重 这就正了八经的犯罪 这正了八经的犯罪 如果你公开的 就从这个捐款支出 发工资了 或者干别的用了 性质还没有这么严重 但是你现在为了 让别人不知道 欺骗这个捐赠者 还继续维护你这个案子 你个人都没有 都没有领工资 领薪水 因为很多人 可能就凭这一条 我给你捐钱的 第一个 为什么就是捐钱的 因为你这样的表态 它首先不简单 说你领着 多少几万美元月薪的问题 是一种态度 大家都是在义无奉献 是一种奉献的精神 你这样奉献的精神 被我们 等于说 感召了我们 感召了捐赠者 捐赠者觉得 你太伟大了 我才给你捐钱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大家记住 不是说具体的 钱多钱少的问题 而是 这是一种精神号召 它直接导致大家对你的信任 因为你大公无私 这谁都知道的 是吧 你付出这么多 一分钱薪水不拿 完全的就在义无的奉献 这个人就 他就更加愿意给你捐钱了 但事实上 这是一个伪命题 你为了骗大家 事实上你领了钱了 并且不再领了钱 还拿这个钱去装修房子 去买豪车 去做美容 什么钱 你都从里边支出 并且你还做 以这种 大家知道 做假 纯粹的叫 起钱 做假 欺诈 这叫纯粹的犯罪 这个不管在世界 任何一个国家 你就是犯罪 大家记清楚这个 这方面的证据都被 在这起诉书里 列的清清楚楚 几月几号 谁是谁 钱转到哪个公司去了 转了多少钱 然后做什么用了 做了多少票据 人家列的一清二楚 这个为什么就 巴尔就 这就是为什么 巴尔不干涉 巴尔这个几个月就知道 正在调查 班农这个案子 巴尔不干涉 包括川普一出来 川普知道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之后 第一时间 就跟班农切割 就是班农这个人 我很久就没有 跟他联系过了 他这个事我不知道 他只是说他很悲哀 为什么很悲哀呢 因为你确实设 川普心里是明白的 你确实设到 设到这个案子里去了 你确实采取这些手段 就这就是 做事的问题 就川普 把班农从白宫踢出去 当时的理由 可能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人 班农做事 粗心大意 粗心大意 不谨慎 说到底是 不谨慎 但当时给白宫 引进了一个人 川普很信任的 结果那个人 上来就犯错 所以川普把那个人 就开除了 当时就说 这个班农 做事是很不谨慎 其实大嘴巴 可能跟川普差不多 但川普这个人 是很精的 大家知道 班农就没 从当时就看得出来 这个人性格就是这样 他不在乎 他愿意去 以身犯险 愿意去搞这些 搞这些风险大的事 风险是风险 大家知道 有些事很风险 风险很大 但是不涉及犯罪 不涉及将来公诉 被捕的 大不了个人赔钱 个人怎么样 不涉及这个案子的 公诉案子的问题 但班农现在 今天涉入的案子 其实我觉得 大家可能都知道 因为这个案子 很多人在这个 在这个公开 媒体公开之前 班农被捕之前 大家都不知道 大家只知道了 班农跟郭文贵 搅在一块 就是 郭文贵做任何事 班农是他最大的后台 为什么班农是他最后台 班农本身在美国 其实是有影响力 但是班农最大的这个牌 就是他担任过 川普的 策略顾问 这个老郭 大家知道 整天嘴上挂的 一张嘴 瞪不瞪就讲 好像最高领导人 大老板 打电话 说麦尔斯 怎么怎么怎么样 给所有人的利益 意思就是 这就是川普 给他打电话了 川普给他发信息了 多多次的讲 但为什么 大家都相信呢 因为有班农 并且 郭文贵 整个团队 反反复向大家讲 班农是要回白宫的 是要回白宫 第一个人 要帮着 川普进行连任的选举 一个就是说 要回到白宫 要充长大权 然后 依照这个形式 那讲什么 跟这个国家合作 跟美国FBI合作 什么跟CIA合作 跟这个合作 班农是一个 郭文贵 所说的一切东西的 一个证明 如果没有班农 没有人相信 有班农 大家都 当然绝大多数人不相信 但总是有人相信的 总是有人吃这一套的 总是有人吃这一套 有人就 就撒弥天大谎 就这个问题 但原来都是 因为班农 跟这个国人鬼 说白 其实咱们明眼看得出 这就是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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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完全的 没有任何事实的依据 根本就不符合 不符合常规 只是骗别那些 根本啥 啥都不知道的 那些 那些愿意吃这一套的人 吃这一套的人 就拉大气 叫什么 扯虎皮拉大气 就是 你要撒谎 撒得越大 是吧 有些人就信了 你要不信 我就撒更大的谎 但班农是个重要的 一个 一个注脚 没有班农 老郭这个 搞这东西 都搞不成 但现在班农被抓了 班农被抓了 你看他起诉书 指控他犯什么 他犯了募捐欺诈罪 为什么联邦特工来抓他 因为是美国 这个法典规定的 这种欺诈 叫电信欺诈 电汇欺诈 他什么 就是用一下通过邮政系统 就是你要通过 比方他们 他们这个 我看这个法律规定的 就是很详细 比方涉及到 你通过 通过这个公开信息 音频 视频 文章 公开发布的 就是说这个 比方说募捐 提供虚假的事实 提供虚假的事实 就是捏造一些东西 就是不实的宣传 你所有东西都是假的 为了 就像战争英雄所说的 哎呀 我不领一分钱的工资 你看我多么伟大 你们跟随我吧 你们跟我捐钱吧 是吧 所有的类似的 就不实的陈述 像官贵说 哎呀 意思就是说 美国政府给我合作了 欧洲什么世界 多少个国家政府 说要承认 我的什么护照 当然 大家都是假的 就美国法典 就这样的规定 你通过这种 公开的渠道 发布信息 然后让大家给你电汇 就汇钱 你只要有一笔钱 经过了联邦的邮政 电汇系统 这个就触犯了美国这个法条 这个法条 是非常详细的 这个详细的程度上 这个跟中国法律不一样 中国法律往往没有这么详细 它只是规定一个原则 默默乎乎的原则 就是有利于法官 中共随意的操作 但美国不是 美国这个法官 这个法条 非常的详细 非常的详细 按这个法条的话 班农 其实郭文贵 都完全的射进去了 完全的就 中了 跳到这个法律 这个坑里 这个坑 是班农自己跳进去 说到底 这个人的性格有问题 我问你为什么说 你要做事 你要做事 你一定要知道 你的对手是谁 你的对手是谁 对手对你什么态度 或者说你有没有对手 你对手 对手会有什么方法 来对付你 你一定要明白 就像我在国内 大家知道 我在国内做了 算是几十年的公益 经手过的钱 以意义来计算 我在国内 中共从来没说 因为这个 把我给抓起来 把我给抓起来 为啥 因为我知道 我的对手是中共 中共会从哪条上干我 会从哪条上搞我 我都知道 他即使他不搞我 我也得做好 他来搞中共 来搞我的准备 因为我知道 我做的事 是中共认为 对他们的统治 有威胁的 因为中共就告诉大家 这个世界上没好人 你有事了 你有病了 没有人来帮你 你就自己去等死 这个社会是冷漠的 没有好人的 他告诉社会 这个眼相 来达到老百姓 不会聚集起来 反抗他 这个目的 我们的存在 就证明这个世界上 有好人 人与人之间 可以打成互信 并且我们可以 对有些人 比如我们引进 一奴要 这个过程 你不管费多大的 心思和努力 最后达到的效果 就是这些人 本来就必死的 后来他们就可以 大部分人可以活下来 等于说把中国 那个维稳 它这个最重要 一个链条 给它打破了 因为癌症 大家知道 是对人的生命 威胁最大的病 但是我们通过 我们的努力 相当一部分 癌症患者 他就相当于 这个病就像感冒一样了 他不会涉及 家破人亡的 这样的后果 那中国对我们 绝对是 他就拿我们 当死敌来对付的 我心里始终明白这个 所以我做任何事 我们做任何项目 我们都始终做好这个准备 一出现任何问题 当然不是中共 直接出现的 是某些什么 所谓的公益热心人士 就是这个不满 或者怎么 当然也有涉及到 司法案件的 但我心里始终是明白 我们的敌人是谁 有些事就是不能碰 比方在国内做的案子 我也跟大家讲 所有人都知道 我这个毛病 我不碰一分钱 我经手这个钱 这个项目搞多少钱 或者花多少钱干嘛 我一分钱不碰 我一分钱不碰 我说我不领工资 我还是真不领工资 当时在中国红人士会 当时你是领导 也算是心挺好的 反正说你把工作关系 调进来 正式的 有职务 然后有工资 我说我不干那事 我也不把关系调进来 我就一志愿者 我干正式官员的事 当项目办公室主任 负责所有的事 我多么辛苦 我说我也不进来 我就是一志愿者 当时在中国红人士会 对我们这个支援者的待遇是什么 就是一个月600块钱 600块钱是600块钱 包括了 咱们坐公交车来上班 包括了吃饭 包括了打电话吧 对最基本的成本 你这个都要有的 一个月600块钱人币 这600块钱人币 我还没有 我也没有拿 就是因为有太多的 这个求助者呀 你给不了他 这个救命的钱 但起码 就是有的时候 你给他点钱吃饭 给他点钱做 他回不了家呀 这些钱 当时在中国红人士 红人士基金会 可能所有人都涉入了 每个抽屉都放着钱 但是我们办公室 我们项目的领导 欧阳里 那也是希望工程的 一面旗帜 也是对我非常敬佩的一个人 他在办公室 都是经常放着现金 就是谁来看 确实很凄惨 很什么的 没办法就给个三头二百的 这个钱 大家想想 你多少钱够给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中共它不管怎么折腾 它拿不到我一丝一毫的把柄 它想搞我 它一丝一毫的理由都没有 都没有 它只能搞其他人去 没问题 所以我在国内 经过多少次这样的风波 全身而退 原因就是你知道 我自己的追求是什么 我不是为了钱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绝对不能 搞出这种 这种有风险的事来 就是最后因为这个 被对手给发现 对手给搞了 个人事小 你把这个项目伤害 那事就更大了 那这个就 就罪不可赦了 他现在大家知道 班农问题就在这 首先大家知道 这个人性格就这样 他为什么跟郭文贵 搅在一块 当然他是对郭文贵的 所吹嘘的 那个郭文贵的有钱 有人脉 手里有料 被他给迷糊了 或者被郭文贵的游艇 郭文贵的飞机 他班农知道 经常坐郭文贵的飞机 玩郭文贵的游艇 然后 这为什么 这就是个人的问题 这就是个人的 班农个人的问题 千别说什么 民众党的对手的问题 对手始终是对手 是吧 你傻吗 任何人都知道 对手始终 你始终 你在世界上是有对手的 你想整死人家 人家一定会整死你的 就这个道理 你在这个时候 你还参与这种高风险的事 参与这种事 那为什么呀 你为什么去冒这个险 为什么去搞这种说不清的东西呢 为什么还帮着郭文贵 到处撒谎骗人呢 是吧 叫做杜撰 那根本就不存在的那些情节 最大的问题 杜撰跟美国政府 跟川普之间的关系 这根本就不 川普说的非常的明白 根本就 已经很多 很久 但不是很多年 很久很久 就没有跟班农有任何联系 因为他知道班农是个风险点 他为什么班农早早的就开除了呢 因为一回事下来 他就知道你班农是什么人 这是一个风险 这是一个漏洞 漏洞一定要清楚 一定要堵上 他绝对不会再跟你联系 但这班农的生活经历 你就是这样 喜欢游艇 喜欢这种大场面 喜欢说大话 喜欢办大事 但最后就这样 你明明知道有人盯着你呢 你还搞这种事 还搞这种事 这就叫你心里是知道的 你心里是知道的 这个东西在美国是非常严重 但中国 当然可能不存在这样 因为中国所有的公共基金 干嘛都是官方的 跟老百姓 跟私人没有关系 私人没有关系 就政府可以随便的玩 你老百姓 政府当然不会起诉自己 但在美国不是 在美国不是 就像美国联邦法院 任何一个法官 都可以撤销川普的总统令 大家记住一点 要撤销川普的总统令 检察官也一样 检察官抓着这种案子之后 这个案子的材料 出于材料哪来的 是不是有些人的举报 还是有一些人 咱们说白就故意盯着呢 或者你搬从团队里 把这个项目团 我们建墙这个组织里边 有没有人家民众党 你的对手 埋进来的卧底 或者有一些真正 知道这个事的 心怀正义的老百姓 或者那美国公民 你心怀不满 知道你干这个 你欺诈这个事 那就不满 不满就去举报 举报 这个就可以立案 任何一个人 拿检察官拿到这样的材料 说到底要立案之后 没有任何 在美国不存在这样的人说 这个事不查了 没有人敢 你敢说这个话 这个案子不查了 就是重罪 这就是重罪 所以说白人说 我几个月就知道 班农被证备调查 所以没办法 甚至现在有一种风声说 川普也知道 共和党这个阵营都知道 但是班农设 设这案子被查了 但是他们不是去掩盖 这个案子 你想想弗林案子 一出来 川普就说 这是对我的政治迫害 但是班农案子出来 川普就不这样说了 川普就不说 我不抓 这是政治迫害 他只是说 班农很悲哀 班农很悲哀 为什么 自己把自己给 弄到这样一个地步 在美国设案子之后 大家知道 后果很严重 大家知道 保时金就几百万 但是美国的保时金 它有专门的 保时金就像贷款公司一样 我给你提交 提供这个保时金 是吧 然后 你要是说 乖乖的 就是保时金 保证你遵从法官的指令 你不会潜逃 不会串供 或者两七八糟 这些事 是吧 到时候 这个保时金 还会返还给你的 但有时候可能 出保时金的公司 就给班农 收点什么贷款费 就像什么利息一类的 收点这个钱 这个钱无所谓 但最重要的是 你设证刑事案子 这是重罪值 五百万的保时 几百万的保时金 有人说三百万 那几百万的保时 你证不证个案情 这个罪名很严重 很严重的话 就是这个性质 后果会非常 搞不好会非常严重 你要需要一个 强大的律师团 打官司 这个律师费的知道 在美国打得起官司吗 弗林 弗林知道吗 弗林比这个 班农 他肯定说重要性 高多了 弗林为这个案子 也是为了律师费 也是愁的把头发都白了 班农 班农下场不是也一样吗 这个案子 有人说 没事 矿日十九 这个案子神钱会很慢 大家记住了 这个慢是要命的 政府不发 政府不发慢 政府有的是钱 就给你 整天就给你叫上劲了 但是班农这边 律师费 律师费是按小时算的 像这样的案子 严重的这种形势 这个不是一般的 一般的律师能办的 一般的律师 五十块钱 两百块钱一小时 这样的律师可能几百 有的上千美元一小时 班农有这个钱吗 咱们说的 班农有这个钱 谁给他出这个钱 他现在在募捐 募捐他的律师费 什么民主党欺诈他 民主党欺负他 其实在美国生活 其实大家都知道 你先别说民主党搞你 首先你得搞明白 你到底有没有搞这个钱 我们说民主党搞 你像弗林案子 在纯粹之中间 做了很多局 为了把弗林控制起来 做了很多局 但前提 弗林案子 它暗游是存在的 班农 这个就更严重 他这个财务 他知道钱是有流水 有账的 有账的 整个这个过程 无数个环节 无数个环节 这些你不能说 这些都不存在 人家说你都不存在 这怎么可能 并且这个团伙不是你搬弄一个人 还有那主涉案人 是那个谁 是那个 咱们说那个战争英雄 是吧 这个现在怎么知道 是四个被告 四个被捕的 四个被指控的被告 但牵涉的人 证人有一大堆 证人会有一大堆 材料会有一大堆 这样的案子 不会有多么复杂 它很快就让陪审团 就开始 就开始 双方制证了 制证 就制证证据 人家就会说 我拿出这个转账记录来 是不是你转的 钱是不是你知道 这个发票是不是你提供的 傻子都知道 这样的案子 没有什么大的必要 也没有 也没有多么复杂的情节 班农能说的 只是说我不知道这个事 我不知道这笔钱干什么 但我相信 老百姓也不是傻的 那陪审团那个成员 你不能指望 他们都完全的就是 对班农的同情 或者因为班农跟川普的关系 涉及对川普的支持 然后完全的无视 所有的证据 就直接宣布你无罪 你说无罪的可能性 几乎没有 一旦被人家 尤其像民主党也不傻 因为你现在 毕定啊 现在你是 川普还在白宫里坐着 司法部长还是巴尔 如果他们搞错了案子 这次搞错了 就是先害你的 他们的后果 大家知道 也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人家要搞你 人家一定要把自己保护好 一定要抓到确定的东西 这就说 查了几个月 现在才开始抓你 为啥呀 就是所有的证据都 证据链形成了 证据链一旦形成之后 经过在陪众团面前 双方制证 那你制证的后果 大家知道什么吗 制证的后果就是说 大家都知道 你确实欺诈了 这就叫正巴井的欺诈 你不是说口头上 就是说你违背了承诺 如果你直接从这个账目 直接支出你的工资 违背了承诺 那你可以取得捐赠人的原谅 或者怎么样 或者怎么样 那可能联邦政府 介入的这个程度 就会少很多 但现在问题你不是 你是正牌的欺诈 正牌的通过洗钱 做伪证 做假账 做假票据 就为了来达到这个最后 最后那个 让什么有人拿这个月薪 但班农有没有花这些钱 我们现在且不说 且不说 但就是涉入这个问题 这就正在美国 是非常严重的罪行 非常严重的罪行 所以我今天讲的 可能朋友应该就听明白了 这个事 这样有的朋友讲的 真是没这么简单 没这么简单 为什么没这么简单呢 就因为它并不是一个 简单的一个政治的 政治迫害案件 它就是一个 确实涉及到一个 严重罪名的一个 非常复杂的一个团缓 这个团缓 绝对 哪怕所有的成员 都是共和党的 但问题在待于 咱们讲 就说铁证就怕 就怕证据 就怕证据 就这个案子 下面有很多朋友关心的 就会不会涉及到郭文贵 那个就甭管了 班农跟郭文贵 有一个差别 班农啊 他绝对比不上 郭文贵那种狡猾 绝对比不上 郭文贵那个 那个心眼多 大家知道 现在都知道 郭文贵搞的这些钱 收这些钱 跟他都没关系 他都不是法人 他也没直接收钱 他就一顾问 是吧 你前去找萨拉 你去找这个 找那个 跟他没关系 这早就做好了 这早就做好准备了 所以班农绝对比不上 郭文贵的狡猾 就这一点 他就差很多 但郭文贵再狡猾 还是那个道理 你前一旦进入美国 你在加拿大 在其他地方都没问题 他不管 你只要进入到美国 用了美国的媒体 发布消息 用了美国的账户 用了美国的银行账户 用了美国的汇款渠道 牵涉到了美国人 这事就没完没了 没完没了 你做下案子之后 你哪天说 这妈后悔了 我操这风险太大 不干了 你想办 这事消了 消不了 所以我们看到 网上的蚂蚁们 要把原来这个集资 原来这个什么 这个买股权 GTV买股权 买基币 什么一切的东西 把法制机 什么都转成借款 这是唯一 其实在这 这是唯一的一个 可以逃避 逃避司法审判的一个东西 如果所有人都同意 比如说好 我们之前算都 搭上约定了 是吧 我谅解 其他事都不算了 咱们重新就作为借款 借款给国人贵 借款给国人贵 如果全部 百分之百都给你借款了 谅解 你签了这个合同 谅解之前那个事 那美国政府可能也 没有太大权利去搞你 但问题是 我们看到很多人不认可 叫什么逗逗 我叫什么东西 好多人不认可 不认可 就是你骗我们 就是诈骗 就是诈骗 所以在往后看 大家也知道 大家也知道 不会有太大的意外 不会有太大的意外 可能很快 但是也可能 没有这么快 因为无所谓 美国案子就是这样搞的 其实说到底 为什么现在 先把班农给抓着呢 因为 确实涉及到 民主党共和党 两方势力 互相找毛病 互相找毛病 他也有共和党的检察官 去抓民主党那边的人 这个没有什么 说到底 其实也没有什么 不可理解之处 大家都一样 手里有什么 你犯什么事 我就搞你 你没那个事 没有人有能耐 完全给你栽赃 什么事都没有 你完全清白一个人 我就给你贫困捏到最门去搞你 这美国不是中国 美国还没到中国 中国这么厉害呢 当然了 如果要是民主党 这么始终执政的话 那美国 美国的将来 就是中国的今天 那这是肯定的 但现在还不是 现在还不是 无所谓了 就是 你不管怎么折腾 美国现在重视的是班农 因为班农对美国人 有影响力大 其实美国大多数人 还并不知道 郭文贵 也不知道 知道 可能大概 听过那么一耳叨 郭文贵到底干嘛的 是个捡破烂的 还是个造飞机的 没有人太清楚这个事 但班农不一样 所以美国现在重点 是搞班农 搞郭文贵不是目的 把班农弄住 大家记住 把班农搞住了 其实郭文贵也跑不了 也跑不了 只是时间关系 哪天有需要 或者这个事过了 这个下不是重点 腾出时间来了 那时候老郭也可能跑不了了 他们老郭跟班农之间 可能就是互相 互相当污点证人 当污点证人 以取得自己的这个轻判 他俩将来就是这样一个关系 给你帮助